翻看命,先看月之,有无才观,月上取之神,年上取天干,日取天干,流水取天干,大运取之神,以月为根本,以日为主为自已,古人以年为族,月为父母,日为自已兄弟,时为儿女,翻看命,以日盖为天缘,以日盖为路,以日之,月之为的缘,以之为命。 地之有才观一好,天干有才观为漏才,一不济世,年上,月上有才观,必生富贵人家,有祖业根基,少年便行观入运,是早发功名,年月无才观,日取有职责是自已成立,人的命以才观为本,四柱中指得其一一可,不可无也不可多,四柱才望生观,年月无才观,又年又不幸好运, 亦是出身被违反看命,以日盖为主,取悦之为其刚为佣,以五行为佣,取其节气先后,轻重,健身,破崇去退就,用官,燕,财,杀,食神,三官六种方法去衡量,逢官叛财,逢杀看义,逢印看官,去四种去推算,生和置化为上,是迫害羞求为下,运有生有志为福,有株有包为祸, 用年事实之可称格局者皆以阅令为勇,凡格以杀为众,凡命先干神有无克制,知神有无形冲,干之那印有无战法降服,除甲以银为禄,银上有何干,甲以心为官,心的何知,干不前知则天奶酸,知不放干,则得奶杯,物行不相贼则人人顺,四孟不相害则买奶能吃,又要分别出本有器无器,又用无用, 有就无就,成格不成格,用甲之八字分别交叉进行分析,凡命天干洗地之有禄,如甲以洗四季,以歌洗身有,并心洗孩子,丁人洗银卯,物归洗四五,地之洗天干,子手洗物,银洗银,卯成性羹,四洗心鬼五,卫洗小人,身洗银,又树洗银,害洗丁,天干地之都有生福气, 坏天干者三十九岁,以千名利难发,坏地之者四十岁福不如前,如经干作禄,如甲的淫,贵得此不贵即富,翻命取甘之,与那亿同类,除人子真五真目,亦有一茂真图等,与甘之五清综合分析,未经者富贵,经济丁四日兵五时未经火,已有日更成时未经金等, 年日日,年日时,有中犯者减幅,翻命取五行珍惜交互,如心亥千人的丁四,徒有丁人和珍目往来,又并心和珍水,往来,蜀称重,有宰相致命也,翻命要乱化气,以甲兵五更人五阳,干和五阴干位太过,一丁以心鬼五阴干和五阳干位不及,太过和不及要考究千干变化,如六五人的甲世世生为鬼也生为官, 六阴能见以世世生为官,也生为鬼,读六阴,六更为变,以不阳干周生为本体,也生作画看,五阴干也生为本体,周生作画看,翻命中五行下生上位住气,主以生自享欺服,上生下位道气,主以生功人之福,上课下位顺主也为是儿之人,下课上位逆主多臣之而难发,如果是欲死绝就更不好了, 声望畅慢,四诸难阴归多是伪挂,如难阴才多主的武器,魏才多害身,凡命要五行阴阳相等,如两金戒两目或两火两土两水,之类各自成像平衡,如三水一目,一水三目等未太过或不及,不为福,如金人,八字中有三金一目,金刻目为财,三金争一目是分其财福,主财物不遂,如一金三火, 火多金上煎熬太过,主一生不嫌,要平衡分析,凡抗命,山官剑官倒死,七杀剑才妖亡,裁风杰剑死,仲裁破英雄,水上目流中未外鬼,尸身冯霄斯立牢狱,杰虫剑才死,杀万化更亡,宁兽剑才行才运,又剑死绝此人必入黄泉, 诸中有笔剑还有解,正官剑杀,又杀官即行,冲破亥岁月相并必死,正财天才见笔剑分夺有羊人结财,岁月冲合必死,商官之格,财万身弱,官杀重建,而且混杂重任,运中又剑必死,就是输抗命时,要先算此人是否存亡,否则被人作孝, 凡看命要论太过于不及,水土不行死绝,但又变轻重,如点水定于重土之中则干,粗土放于重水之中则散,金非土不生,木非水不长,物行中由木金活着命未要也,凡物行取向本相去本相,如甲义饼钉木火相,画相去画相,如物鬼丁人一木火相,金水相不可见土,如见土为土砸水混金不清, 玉玉土一致,凡命如本封岁月,不可遇死地,如柄因火为一毛水,心似金为丁游火,假真水为一毛土等,这与人生怕死同意,凡命最怕鬼客,而可鬼最毒,如柄此水见羹子土,丁丑水见心丑土之类,客中就有一位相可,凡他命取胎,生,忘,苦为四季,死,绝,病,败为四季, 亦为四季,以太季为主配于五行,取四季,四季四季之为,而本贵见于贵多则贵于见多则贱,四季之中,有本四万苦为上,胎为此之,若人命太阅至十余三季干皆有俘获正路,正观,正应三公之命也,三命前五臣为假舍,后五臣为田园,如假生人及丑是债,臣是田园,要得望和有气, 否则也不为福,父母及兄信息,年干,为比杰不利父,年之为财不利母,若用年行比杰月,生旺,主早年丧父,祝中正,偏应同偷嘎,必有生母或养母,姓母,正宴偷嘎,而偏财藏,为偷生,帝之两见啥为养子,年之为生,子,臣其他三只有两失者,年之为四,有,丑其他三只有两位者, 年之为云,无,虚其他三只有两失者,年之为亥,猫,为其他三只有两愁者,以上都为地支来两件杀,年干为人,只干为乙或年干为乙,十干为人,祝自己母亲为偏方四处传阳,你衰,母亲早丧,只干客年干者,少年丧母,十干与年干不客者中年丧母,四处传阴,才衰,父亲早丧,只干客年干者,少年丧母,十干与年干不客者中年丧母,四处传阴,才衰,父亲早丧, 年干者,少年丧母,十干与年干不客者中年丧父,年,月,玉,生,排之皆可干为父母早丧之命,四处中有三处赖英克他内因者,主父母早年双亡,年干之为隐心,是喜用神者,自己必是书香门第,父母必有一个文化水平高,年干为商官,不论喜记,皆主祖夜飘零,父母被贫困多灾呢, 年干者临降心有力,且临父母心者,必主父母被有权位,或能干,父母有富贵名望,年干为偏财作义马,而义马又不备何者,主父亲是远望创业之人,父是远离祖籍之人,年之未需,还又未应兴,主母亲或主上多有宗教信仰,或有懂武术玄学之人,兄弟姐妹信息,兄弟姐妹知数, 此处中有大致的数量,有的很准确,有的出入较大,尤其是现代社会,计划生育,兄弟姐妹数是人为限制的,不是自然生,不再费很大精力去探言兄弟姐妹知数量多少集排行问题, 其实智性作用将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是具研究的必要,所以本点也不是以兄弟数量集排行为重点而已,是否有平腰病残现象为重点,为什么有些算命先生八字一出,不用分析五行,不用推流年,一眼边看出本人的兄弟姐妹中,有腰折或病残现象,这次绝活,历来盲人都是为至宝,不肯外传, 今天在此,将兄弟姐妹姚王信息的一些死欲交给你们,你们知道后也会信手捏来,直断如神,其实命里有些却不说值钱金,一说出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越入伤观望,越令未伤观,内生不招,下不招, 主义此人和兄弟姐妹身上身下兄弟姐妹比有妖折和早王现象,抵制本器为官杀,而中于器藏有笔节的,是有八九兄弟姐妹中有妖王的,至少是一个有病残,待至,劳灾现象,越住甘居为官杀的,越住为兄弟公,顾碧克兄弟,但笔节旺时,有兄弟姐妹有当官,观世或富贵的一面, 越住为甘居,以墨等官知,结脚的多半兄弟有损伤,至少有一个是婚姻不顺者,脚越生人,年住或越住见脚身或更身,无兄弟,有义离散,以欲生人,年或越住见义友或心友,无兄弟,有义离散,并越生人,年或越住见禀子或仁子,无兄弟,有义离散,并越生人,年或越住见丁汉或仁子, 鬼害,无兄弟,有义离散,并越生人,年或越住见乌银或甲银,无兄弟,有义离散,以欲生人,年或越住见羽毛或仁毛,无兄弟,有义离散,更越生人,年或越住见耕银或银银,无兄弟,有义离散,新欲生人,年或越住见西茂或丁茂,无兄弟,有义离散,人日生人,年或越住见鬼墨或银舞, 无兄弟,有义离散,无兄弟,有义离散,无兄弟,有义离散,三十日,月两柱之嘎同儿之冲折,无兄弟,兵丑,丁茉在这世间,无兄弟,有义防伤残,无营,以某日生人,必克兄弟姐妹,身弱,甘无笔节,地之藏笔节,被心冲刻掉无兄弟有义遭损,年干为杀自己非长死, 越干为杀自己非长死,越知为杀自己定是长死,或独自不软手足必受到刑伤,年干比杰备和,兄弟姐妹中必有送羊给他人的,正观在越干,自己非长死,年干为正观,为长死或家业继承者, 注重正观,正义,正才熏透当你一定是爪子,年干直接偏杀者,六年多未养死,难命去杀望,封比杰者有兄无弟,注重比肩,偏材望者,为独生子,注重偏观,偏意,偏材重叠一定是数字, 这判断断兄弟姐妹及自己还行死绿三十条世纪中交之长,趣味存真,精华所在若能完全掌握断兄弟姐妹情况足够用了, 八字看子女信息,刻子女信息标志,女孕,时柱作肖,厌闭刻子女,多流产,难产,子女妖亡,女孕日望,时之欲认或肖,生还是必难产,开刀,日时相信女命克服客子,日时尘虚相冲,中老年刻子,时尚作肖,年月透彩,女人由此不死也尚惨, 时代官服,出生时父亲有官司口舌,女命失封牧吏,第一胎难养,玉日,时相冲,中年晚年有丧子之忧,白发送黑发言,时代上官,难民克子,时盖为啥万而无止,子女不孝多叛逆,难民时尚多,子女满成气候,女命印象多,子女难有到发展,子女又出息信息标志,难民,时盖未才, 官,且财官有气,或偏望,子女满有出息富贵,女命时盖未才时,杀官,且有气或偏望,避主子女又出息富贵,难民以官杀为子女,杀为子,官为女儿,女命以时杀为子女,以杀官为儿,时神为女,难民无官杀可参看时杀,女命无时杀可参看官杀,看子女是否有出息子女心和子女工都要看, 1.子女心或是甘之偏望,但有之,2.子女心或是甘之偏若,但有生源,3.子女心或是甘之贪,但有谢,4.子女心或是甘之旺即局中全是生服无客等, 以上四种情况 君梅子女友出戏 八字看婚姻信息 看配偶及凶 连着干杀官之作妻杀 女人逢之和三眼井水之命 女逆日作伤官 不论喜气立刻夫婚姻不顺 男逆作比结比看妻 婚姻不顺 女逆再赢 五身日住 夫有恨死之灾 男逆日作偏财 折逐自己风流 不喜正气偏爱小妾 男逆日作业者房妻且妻 与母不合 女逆官杀君投赶 必主婚姻不顺 有二婚之事或有外遇 男逆该透偏证才 必主婚姻不顺 有二婚之事或有外遇 女逆商官万无财 必客夫改嫁 凡日之被重折结主婚 尚不顺夫妻不和男白头 凡日之被和化结主配偶有外遇 或有外心 男逆日之藏财心 不管强弱 制调妻公器首能的良心 女逆日之藏财 心 未喜 有时得夫之力 丈夫能干 看配偶的相貌 脾气性格 日之外子无毛有 主配偶漂亮或能干 日之不安淫身 以害主配偶 相貌一般 好说 聪明能干 日之未成熟 丑目主配偶 相貌较差 朴素 多后 上面三条是一般书中可见到的 还有一点是其他书上所没有的 那就是如果日之与月之相同 那不论日之为何都主配偶 漂亮或能力乔 还有一个看配偶相貌的戏法 就是除看日之外 结合夫妻 心事和甘之来论 却和五行来论 二者综合餐断 百不失一 活主亮丽 面红润 木主条大 发透 高挺 水主人活 面黑 土主厚实 面黄 可爱 金主白皙 干脆 夫妻心灵之则具有相应之相 配偶与自己年龄差距 主要看时神倾向力 一般命局时神倾向时尚生财的 不论男女 配偶年龄比自己相 倾向力越大 年龄相差越大 命局时神倾向观影相生大 不论男女配偶年龄 比自己大 倾向力越大 年龄相差越大 命局上面二者倾向力都不是太大 接近平衡 则年龄接近 相差不大 有的命局年轻时第一 欢取年龄相仿对象 而第二关却相差很大 云阴何在 这是幸运 当第二关幸运是倾向时尚生财 是必取比自己小的异性伟伴 倾向观影相生的必取 比自己大的异性伟伴 所以看年龄差距 要结合是婚师大运 综合论断方万无一失 夫妻远近距离看法 以日甘之未周心 看夫妻心远近 年至 年干位远 日之未近 月之彭甘和时之是干位中等 看夫妻心在何位置 甘透是表面位置 直藏是阻击位置 有夫妻心 有夫妻心与日甘之相合的 尤其之中夫妻心相合的距离有拉近的可能 有夫妻心与日之相冲 但有冲远的可能 除日愿之为夫妻心 日愿之相冲 由近变远 夫妻配偶得利 与否看法 夫妻心为日主喜忧神时得利 若直接坐于日之最为得利 夫妻心为寄神时不得利 若直接坐于日之最不得利 夫妻心虽喜忧神 但日之却为寄神 是的配偶之律待不长久 配偶有灾 或有二婚之相 夫妻心为寄神 但日之却是喜忧神得利 但夫妻感情不好 男女四处有爱与或好色标志 男女 才为喜忧神 且在命局中占有很多分量 不论男之多少 皆有好色之心 且已得女孩子换心 除去财心未用晚 尚需具备笑裂条件一 命中不见关心或关心受质论 既无人管他 二命中尚需三观透出或剧月 而没有受剧 为放任放到 女命 女命官杀强妄 不见婚姻不美满 人生多坎坷 且一轮来男人之玩物或自流角色之风流对象 女命上观望 四甘情愿 女命官杀望柯深 受入与被迫男女同论 四 五 为月出生 四 我愿或命之火妄急 命中有水 逢可水之年必有爱与或桃花运 若命中有关管束 另当别论 八字水啊 尤其鬼水多 必主为人多淫荡 八字桃花在时之 日之 若连上官的话必放荡 为舞女 歌女 八字地之以字相连 地之全相同 女子必皇淫无度 结婚时间 结婚在时间判断 判断婚姻一般 以以下几个角度去看 日出天干酒无和 地之有无动 动包括行 冲 和 传日主和财观的平衡度 用神到位和用神受伤 结婚标志 一般婚姻工 配偶工动 并且日主和财或观达到一定的平衡 或用神到位时 离婚标志 一般日主和财 观影显示和 并且日之动或受伤 但才观五行受伤 又不太重 若受伤太重 有善恶之通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